今天指揮中心的这个记者会在昨天陈正中就已经宣布不开了 那我们刚刚看到刚刚离开的历史哥 他特别讲到是难道是疫情稳定 明天的就是今天记者会停开吗 那我们今天早上就在想说 到底刚刚看到那个最新消息陈正中确诊 他到底是因为他感觉身体不舒服啊 才停开还是怎么样 也不是 他是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感觉身体有样 所以他今天早上才做的快筛 然后才是阳性 所以跟这个指揮中心的这个记者会停开 是两码的事啊 对当然这个就是不要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把它打在一起 那只能说巧合 就是说刚好这个指揮中心在这个不开记者会的星期日早上呢 陈时中部长就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于是呢做了快筛他就确诊了好 那这样的巧合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不好啦 那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我们这个整个指揮中心是朝向 就是说他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是后疫情时代 昨天那场即就是包含这场行政院会 其实讨论的方向我们原本一直在看到最后以为说 是不是要准备宣布指揮中心要解散了 还不会那么快啦 因为我们的边境管控还没有到最后的所谓的真正的解封嘛 那你看如果今天6月15号是所谓的改成3加4 那也许实施半个月也许实施一个月 所以我认为大概在6月底到7月中指揮中心的任务很有可能 就会稍微所谓的阶段性任务完成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也就祝福陈部长能够早一康复啦 这个任何人确掌 应该说我们祝福两位陈部长 一个是陈吉仲主委 一个是陈时中部长 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比较纳闷的 是说像今天以今天的数据 我们这个死亡的案例还是有163位 然后重症的死亡率再创我们这个今年疫情来的新高 来到85.85% 那整今年度的这个染疫死亡率来到了所谓的万分之11.8 然后今年也已经累积破万例了 对已经快要到了所谓的万分之12 也就是千分之1.2 那这个数据其实以今年度的 我们很多人讲那个Omicron什么致死率很低啊等等的 其实是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都不要太轻忽 因为这死亡是所谓的落后指标 它还会有一段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24小时活化吵了那么久 请问现在新的指引出来了吗 没有 还是要这个一般的民众 或者说要这个殡葬业者做所谓的尽速处理 你看我们吵了一整个礼拜 我们的指挥中心动也不动 那这场会议我们我觉得像昨天这个防疫会 当然它主要的目标是要针对所谓的边境管控 那可是呢就在昨天其实很巧 昨天我们的行政院的这个官网 上传了一段影片 它是在这个所谓的新闻稿的部分 它是放在我们的所谓的本院新闻 它的分类是本院新闻 然后放了一个这个陈建仁最近帮这个指挥中心 它讲的这个Omicron的轻震率只有高达这个99.7 好重点来了 今天的指挥中心立刻打脸 来你看我们的轻震率是99.64 四舍五路都没办法变成99.7 我们的指挥中心告诉你的今天是99.6 所以我们的行政院在昨天就公布了一个假新闻 就是告诉你我们的轻震率是99.7 今天数据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不要用数据来当这个统治或说治理国家的唯一的这个指标 应该要去看看人民的感受 你知道今天有非常多那个家长的社团 妈妈的社团 很多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父母亲 都对这一个月一个多月来 这波疫情包括疫苗 包括快筛包括停课等等 造成很多家长的忧虑跟烦闷 那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就是民进党的这个支持度 是确实就是往下掉 而且最主要掉的这个年龄层叫30到39岁 为什么 就是这群小朋友的家长 所以民进党现在 老实说你说他们有没有注意到 绝对有 那他们现在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再把这个这个自助拉回来呢 我认为这个这个是未来在野党要特别小心 因为讲到选举 真的是民进党专业的 所以这一段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我们某种程度看到了执政党的一个某种程度叫局限 就他把病毒把这个共存当作是一场儿戏 他认为反正就大家染疫就没事了 你看我们的社区涵盖率 还发明一个叫社区涵盖率 打完第一剂疫苗加上确诊就叫社区涵盖率 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你打完一剂疫苗跟确诊的人 这两个明明是不同种人 确诊过的小朋友会有那个所谓的多系统什么炎症症候群 就是那个MISC 对就是这些确诊的小朋友就算今天你把他放在这个社区涵盖率里面 他们也许即便他只有万 目前台湾是万分之八的几率 你一万个小朋友里面有八个小朋友 是十万分之八 十万分之八 十万个小朋友有八个小朋友会发生 即便几率很低还是会发生 但你好像讲的一副 他们就是已经是得到了什么无敌信心 真的不要用这种数据来骗人 所以我真的要奉劝 不管是蔡总统也好 不管是这个潘梦安县长又点名到他了 因为他说他们这个屏东的这个 儿童第一季的这个社区覆盖率 已经破105%了 今天应该更高 应该快要到110%了 所以我觉得讲这些数据没有意义 民众的感受才重要 我们的疫情是不是还是很严重 我认为其实以这两天 我在台北看到整个街头状况 已经民众已经开始 真的能够跟这个疫情共存 但是我们的医疗量 现在我们在乎的不是每天确诊 几万例几万例 我们在乎的是医疗的中症重症 会不会持续的增加 像今天我们的中症率来到0.22% 重症来到0.14% 两个加起来就已经是目前 这今年这两个月左右的疫情 这个是最高的一次 所以我刚讲那个99.64%的轻症 是目前最低的记录 而如果你今天民进党还在用那个99.7% 来麻痹我们的这个大多数的民众 你就永远活在这个数字里面的 这个陶醉在你的数字里面 真实的状况 我们讲那个0.01% 如果以现在几万人 那可能是几百人 就是你要知道 那个看起来是一个 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但是当你今天我们整体确诊数字 大的时候 它其实每天就是几百人 几百人在增加 中重症就是这样在增加的时候 每一个家庭 如果我 我今天特别注意到 今天的死亡案例里面 有三个是40岁以下的 其中两个30岁以下的 一个是两个30岁 30多岁的 都是打满三剂 疫苗打满三剂 其中一个无慢性疾病史 很健康啊 可是它过世了 然后呢另外一个 你知道它 它硬要写它有那个脂肪肝 我想说我也有脂肪肝 完蛋了 我也是高风险群吗 不是你放一个脂肪肝 干嘛啦 现在台湾你知道 有多少鼻孽 你是不是怕了 不是我看到它后面 有个备注脂肪肝 我笑出来 因为从来没有人 你知道大部分都放什么 中风糖尿病 什么肾脏洗肾 或癌症等等 你放一个脂肪肝 我天哪 你硬要把这个原因 放在一起 是要让人家认为说 它本来不健康吗 就是说我觉得 我们的指挥东西 应该要诚实面对 确实甚至很多打满三剂 健康的人在染疫之后 都有可能变成中重症 即便它的几率很低 但很抱歉 我们就是发生了 这样的一个案例 在今天公布的这个案例里面 就有两位三十多岁 比例很低 但是每一个都是他们家人 心里面的痛 所以我真的不要再去玩 这种数字游戏 不要在那边99.7 面对每一个0.01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所以这个放宽应该指的是说 确实我们可以 欢迎更多的人来到台湾 或者隔离前的缩短 但还是有一些是更加严格的 比如说 那你来台之前的 这个PCR的裁剪证明 是不是更应该确实的 仔细看 它到底是到哪一家医院 或者那个报告 它有没有做假的机制跟可能 这个要去查核啊 否则的话 你等于还是 每一天放更多的人 那它如果拿了假的报告 那我们要去比对说 到底是从哪一些国家来的 那它可能假报告比较多 或者哪一条航班 哪一条航线 为什么就这个航班 它返台它的确诊率比较高 它境外移入的个案比较高 这个是要调查 但是我们通通都没调查 如果在中国大陆 它先前在上海 还有在香港疫情严峻的时候 它如果一个航班 你超过了三次或者是五次 航班里面有多次阳性确诊 不好意思 你这个航班就要先停飞一阵子 为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检查 这是要苛责回去 那台湾就通通都没有 所以哪些地方该宽松 就对于反台的人 然后它的入境可以宽松 但是对于你事前是否有做出 确实的PCR的阴性 证明你是一个OK的人 回来到台湾 这个部分是要加强的 而不是完全的 就说好全部都放宽 好像啥都不管 这样当然也是不对 不过为什么指挥中心 它要急着放宽呢 那当然还是因为 它希望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就是它还是一个总体的思维考量 它要尽快地让台湾恢复到 两年前的状态 然后装死全部盖牌 然后集体赶快去做选举 那当然陈时中他自己确诊 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可以更加的感同身受 老百姓的一些感觉了嘛 你看他以前老百姓在排队买口罩 排队买快筛 排队等疫苗 陈时中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啊 对不对 那我就问他说 你要不要跟着大家共同来 体验一下民间疾苦 来共同排队买个快筛 他说我已经有了啊 就好像说老百姓吃不饱饭怎么办呢 那这个皇帝就讲说 我已经有饭吃了管你去死啊 所以陈时中没有办法感受民间疾苦 这一次他自己确诊 稍微能够跟老百姓感同身受 我认为这未来他如果要选台北市长 当然也会是一件好的加分作用 那而且呢我是长期主张 像民进党这种本来就觉得 应该要搞共存啦 要搞群体免疫啦 或者如同和美香之流啊 就觉得说啊什么 确诊染疫是一种祝福的 那你们自己就应该集体脱口罩 自己先互相传一传再说啊 你们整天戴口罩 整天防疫防什么呢 何美香鼓励 这个染疫是一种祝福 然后呢得到了蔡英文的亲自推荐 对啊 蔡英文在脸上亲自推荐 对 这个叫什么 请鬼拿药单 那蔡英文你就自己先染疫一遍 你不是要祝福吗 所以陈时中得到了祝福 我也为他祝福啊很好啊 因为你们自己都说是祝福 如果何美香他就只是一个侧异 就是一个很不入流的 或者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咖 在那边讲话 那就算了也没什么好评论 但是他得到蔡英文亲自推荐 蔡英文在这些脸上说 你看他讲的棒 那你蔡英文你应该带头染疫才对啊 蔡英文、苏贞昌、陈时中、赖青等 你们根本都应该带头染疫 带头获得祝福 那你才能够得到老百姓的祝福啊 就你自己整天口罩戴紧紧 然后整天都关在里面 然后也不敢出来见见大家 那陈时中现在确诊他得到祝福 我恭喜他 恭喜陈时中得到何美香口中的祝福 我才不相怨讲 你也不要确诊 你要好好保照 你说是祝福 那你就先得 我相信我应该能够反映 不少台湾人的这个心声 好 那么再来呢 像是陈时中那当然啦 他是这个不幸 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幸运的确诊 因为他觉得是祝福 像我们如果确诊 那就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你double祝福你两次 对我得到两次祝福 幸运 那其实我先前好像也是在大爆挂 这边就预言 我就说陈时中 那个节目组可以后置找下 到底在哪一起讲的 我就预言他会在合适的时机确诊 合适的时机 然后这解散 或讲说指挥中心告一个段落 然后他会在合适的时机来参选 你看预言太准了 他马上就说你看这记者会不要开 为什么呢 他这些都是有所铺牌的 他一定要干嘛呢 全然的把台湾老百姓放生 他必须赶在几件事之前 第一个他要在重复确诊的爆发前 赶快下庄 因为重复确诊 你看都有可能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最新的研究报道 不同的病毒株 显然是会重复确诊 同样的病毒株 还是会重复确诊的 所以如果要在重复确诊的爆发潮之前 他赶快解散 第二个他要在长新冠的爆发之前 也赶快解散 第三他要在BA.4跟BA.5的变种病毒株 新一波的爆发潮之前 再赶紧解散 所以未来也有这三大影 有重复确诊 还有长新冠 还有新的病毒株 他要在这三大事情爆发之前 赶快下庄 赶快盖牌 干嘛 就是不爆啦 你也不要每天上报 也不要把它当成什么这个法床疾病 也不要把它当成什么第五类疾病 所以你如果自己得了 你就去诊所 你就自己去医院 那如果你很不幸走了呢 走了就走了 烧了就烧啦 去年我们六都火化人数 相较前年多出了6000人 多这6000人 没爆之前 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当指挥中心宣布盖牌 他这个指挥中心停止运作 全心全意来参选的时候 就算台湾每天多出上万人确诊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就算台湾每天多出200人死亡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他不报啊 他不报你就不知道啊 就像台湾普通有人走在前面倒了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 因为新闻不报 那民进党可不可以掌控媒体 当然可以掌控媒体 你如果敢报的话 你那个预算不要 给你的公关费不要 给你的这个业配你就不要 那媒体敢报 不敢报 或者是可能 媒体跟记者也不知道啊 我从那里去找新闻知道说 今天全台湾会多死200人 你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 那对医生来说 你看医生可能会知道啊 医生他如何判断 或他如何比较 这个人数叫做多或者是少 而且一旦有医生敢说真话 今天我们急诊室走了 好多人都走了 罚300万 所以谁敢说话呢 没人敢说话 所以民进党的真实目的干嘛 就是到了7月结束之后 趁着我刚刚说的 重复确诊 常新冠 新的变种病毒株爆发之前 集体盖牌 哪怕未来这个 洪水滔天 哪怕未来染疫暴增 哪怕未来伤亡增加 那民进党呢就是双眼一闭 全然当做没事情 媒体不报 没人知道 歌舞升平 齐呼万岁 这就是民进党 然后在八九十十一 四个月来拼选举 最后呢 山呼海啸 民进党继续当选 这就是他的计划 这就是他的光明正大的洋谋 他还不是阴谋 他就阳谋 他就摆明了 我就盖牌啊 改名了 摆明了 我就是没有要继续报啊 摆明了他染疫他也不care 反正死的不是他 所以我说 只要民进党内部啊 就重要的人啊 死一个 民进党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病 就民进党这些人上上下 他不死一个 他都觉得这个叫做轻症 那死的不是他 我再讲一遍 民进党这些人啊 哪一个鼓吹染疫是祝福的 就这些人里面 他死一个 或只要有一个中重症的 那民进党上下就会开始紧张 就开始害怕 才会觉得防疫很重要 死的是我们老百姓 他不闻不问啊 走了那么多人 蔡英文你有看到 他出来点过一句灯 或者讲过什么哀悼吗 没有耶 他都讲说疫情是个挑战 我们要应付这挑战 你怎么没有脸 你去王者的家属面的时候 嘿嘿你们挑战失败啊 这是民进党不要脸的地方 我这几天隔离的时候 那个 还要讲民调 那民调你看 民调我们不是讲说 TPBS民调 蔡英文满意度下降 陈时中满意度下降 对吧 大家都觉得说 这是老百姓的民意展现 民进党要之所进退 我跟大家讲 你因为民进党有怕 没有在怕 20到39岁 因为有很多年轻主席大学生 或者年轻的爸爸妈妈 大家满意度下降 你因为民进党有怕吗 没有怕 为什么 我们比照历史 去年同时间 民进党满意度也是下降 TPBS跟美丽岛电子 跟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去年的时候 蔡英文 苏贞昌 还有陈时中满意度也是下降 疫情来了嘛 可是后来就上升回去了 7、8、9、10月 就上升回去 然后年底公投大胜利 为什么 去年7月的时候搞了一场奥运 你看台湾国家队 蔡英文满意度的上去 啥事也不干 满意度的上去了 所以今年也是这样 民进党肯定觉得说 现在民意下滑 对吗 疫情期间暂时下滑 可是选举来说 民进党它是有大本领 跟大本事的 所以哪怕未来伤亡增加 但没人报就没人知道 他一样花四个月的时间 好好选举 他一样是可以获得 跟拿下这个政权 所以台湾人民这个时候 应该干嘛 就是我们一定要觉醒 我们一定要记得 就是在此时此刻 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份的感情 我们的伤心 我们的无力 我们的难过 最后干嘛 最后一定要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下架民进党 我们才有办法 对得起 就是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的伤痛 跟对得起我们的伤亡 但我们不是去消费 而是说这段时间 谁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不就是这一个 无能而且万恶的民进党政府 你买物化器 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 8平以上的 5到6平的 或是小平数 都有不同的选择 它的物化时间 大概从4个小时 到8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 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 记得帮我输入 CTI 285 这是我们辣碗爆的团队代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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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意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